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您好 您好 师父您好 给您体安 谢谢 师父您辛苦了 不辛苦 师父啊 有位师兄他是癌症患者 通过我们法门的那个三大法宝 现在病情得到了稳定了 现在呢医生给他两个方案 第一种是再吃化疗药三到六个月这样 第二种是吃内封闭的药 他想问问师父哪种方法好 他如果想生不如死的话 他如果想生不如死的话 就再去化疗 他不是化疗 是吃化疗的药 吃化疗的药是吧 还有一种是吃内封闭的药 这两个他想问问师父哪一种方法好 吃内封闭的药比较柔和一点 吃内封闭的药的话 他能够缓解他的病情 然后呢能够让他自然的生长出一种好的细胞 来抵抗他不好的细胞 所以这个是辅助的 我觉得很好 不会伤害他的机体 否则的话呢化疗的药虽然不是化疗这么痛 但是呢吃药的话起到的作用是相通的 比方说你打麻醉药一针打下去的话 你当时打的时候有点痛 对不对啊 后来还是麻醉 那你吃麻醉药的药吃下去不是也是麻醉 一样啊 对哦对哦 那选择第二种是内封闭的药 那当然了 绝对的 他如果继续念经的话 如果他不继续念经的话 你就叫他就用第一种 他肯定念得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 有位师兄他外热内需 这种体质该怎么调呢 除了念经 除了念经念小房子那个放生以外 他想往往师傅三国上 外热什么 外热内需 就是说他比如说吃个红枣吧 他马上就发出来了 内需 这种根本不能补 实际上我告诉你 实际上他根本不懂 我可以告诉你 晚上睡觉之前补一点 白天 白天人容易热 实际上他这种内需 还是需要补 你听得懂吗 你举个简单例子 外热是一种虚热 并不是实热 明白吗 实热是什么呢 是从里边到外面都是热 叫实热 你外热的话就是表面性的 里边还是空的 明白了吗 对对对 你就像我们 讲有些商店 有些人家家里做小生意的 房间里已经空了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门口 人家一看 哇 你家里这么多东西啊 跑到你家里一看 里边房间里都是空的 空的 因为你把东西全部搬到外面来了 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说你里边空的 要不要放点东西 那就是说晚上呢 他补一点 你比方说 少补一点 吃一点 贵圆 然后呢 为什么要调补调补 就是要调解 比方说 他中医也调补了好几个月 那要看的 有时候中医还不如自己调补 你要叫师父帮你调补调补 弄点西洋生是中性的 西洋生不热 不寒 然后西洋生 那泡一点点 晚上喝一点点 这样进去 第二天 我的精神非常好 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 还有桂圆 你看看 上海人喜欢桂圆跟鸡蛋 实际上鸡蛋并不是吃的 鸡蛋就是他把里边的鸡蛋的营养素啊 和那个桂圆啊 味道烧在一起 你看桂圆味道烧掉之后 这桂圆没有味道的 淡淡淡淡淡淡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吃下去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寒 一个微热 这样子补的话就不是大补 大补是什么 他也要吃的红枣啦 桂圆汤啦 再加上吵了这个人声啦 鸡仓啦那些人 这个补他们当然脸上发了一大糊涂 你记住师父 微补 微补 你记住一句话 他脸上能够发出来这么疙瘩 他里边一定有疙瘩的 他不是疙瘩 他就是说 好像就上火了呢 上火的话就是 就是人家说 外表 几表几里 对不对啊 我问你 里边不热的话 外面怎么会热啊 你还是要补温呢 补温的话是什么呢 就把里边稍微补了凉一点 不要怕的 你西洋生就是中性的 少吃一点 泡泡水弄几片 今天喝会跪在坚持 对不对啊 那师父像这种体质 你牛黄解毒丸能够偶尔吃 可以 绝对没问题 你记住了 牛黄解毒丸你吃两颗 吃下去之后 你没有到卫生间去 说明你这个人身体不良的 过去皇宫里边 拿这个牛黄解毒丸 当成检验你身体 胃寒不寒的一个标准了 标准 如果你今天 一吃两颗牛黄解毒丸 你马上就 就拉稀了 上厕所 拉稀了 你说明你的胃是寒的 说明你的身体是寒的 如果你今天吃下去 一点都没事的话 已经在帮你调补了 而且你很舒服 那如果拉肚子怎么办 因为师父上次 没关系 我儿子头脏发出来 我就给他吃 但是我给他吃了三颗 他马上就上厕所 那多了一点 我应该调补了 中药就是胃在 看在几前几两 所以像你儿子这种 你应该给他吃两颗 吃完了呢 我按照上面写的三颗 你不能这样 不要这样乱来 明白了吧 你就少吃一点的话 他就会慢慢的 有的人牙痛 就吃牛黄 吃得很好啊 牙痛都不痛了 明白了吧 对对对 那就还是一个量的 就是一个量 不要乱来就行 太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啊 有位师兄 他做了一个梦 他说 他是在参加印尼法会期间 住在宾馆里面 他感觉有灵性 有天晚上 他在撕碎非碎的情况下 有个孩子抱住了他的腿 然后他回家后知道是 要经自己孩子嘛 许了21张小房子给那个孩子 当念完以后 有天中午 他梦见一个小孩非常开心 手拿着一支金蛋 自己含了一口 然后再笑眯眯的递给他 他醒了以后呢 又许了五张小房子 他现在想知道 这个金蛋代表什么 自己 这小孩子自己含了一口 又笑眯眯的递给了他 是什么 走赖 他走赖 金蛋是什么 金蛋就是 他得到法宝了呀 他可以得到 他可以得到一个回天 或者就是说超度的一个法宝了 谢谢他 那他含了一口又递给他呢 就是说感恩他呀 哦 你这样不懂啊 小时候 妈妈给孩子买一根巧克力冰棍 小孩子说 妈妈你尝一尝 给妈妈吃一口 自己再吃 这还不懂啊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他是知道这孩子走了 但是他想知道这个金蛋代表什么 他现在这样子 他就 明白了 开心的 明白了师傅 嗯 还有一个问题哦 师傅 你真的太厉害了 有一位师兄哦 他前两天跟我分享嘛 他说他在微信上 刚刚做了几天微伤 然后没做几天 师傅就去梦里面严厉的批评他了 那天他是吓坏了 然后来跟我分享 师傅就跟他说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以后 义工就不给你做了 然后他现在想问师傅 他是吓坏了 然后那天跟我说了好久 他现在想请问师傅 他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忏悔 怎么念经 忏悔 现在他是修了三年了 三年多了 不如法赚钱不要去做 不如理如法的钱不能赚 你看过去那些 贪官就是因为 赚了太多不如理不如法的钱了 所以现在都抓进去了 对 所以人不能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听得懂吗 像他这种的没什么大问题 念个四十九遍 礼佛就可以了 哦 他现在不做了 要改正要改正 师傅到梦中来 说明师傅还挺喜欢他 所以这个弟子师傅还挺喜欢他 说明他修得不错 如果有些坏人的话 他这么做的话 我去都不去 接下去不是我去了 接下来我不管的话 就是在地府的管管了 对哦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因为他原来的本职工作 是在商场里面做那种 好像也是业务之类的 要去拉生意的 就是说他在做的时候呢 感觉非常不愿意 因为他有些要去拉生意什么的 肯定要扩大 扩大化的嘛 有些东西他觉得是在造口业嘛 所以说他现在向换个工作 去菜场里面买那个豆子瓶 问问师傅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都无所谓 夸大只要不要过时就可以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他说那个商场竞争也很致力 对啊 要去拉生意 毕竟要夸大 要去有些东西要 好像要骗骗人家什么的 把人家拉过来 拉过来是这个公平竞争和和平竞争 那都没问题的 夸大不能过大 不能就是夸大到一定的时候 过时了就不行了 对不对啊 你看有些东西 啊产品蛮好的 就是因为人家夸大 把它讲得好得了不得了 那那过分了就不行了 如果你讲得好得不得了 你不赚人家很多钱 那问题也好一点 你就是说夸大之后 你把价钱抬高了你就完了 听不懂啊 对啊 这个他也明白 问题是他说 现在他们这个 现在社会风气是这样 你一样东西便宜哦 反而没人买 他说你贵了哦 好像有身份的人都会去买 所以这个现象也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 不好啊 不好就别 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别去理啊 别去理 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可以了 对 现在他想改好 师傅可以的哦 他去做豆子瓶 他说这样子的话 豆子瓶什么不好啊 哼 没有什么看不起的 我告诉你 只要 只要不偷不抢 只要对得起菩萨的事情都可以做 对对对 那太好了 听过师傅的开始 他肯定是更有 更有信心了 师傅啊 嗯 还有一个问题 请师傅开始一下 师傅说 我们学佛人最好不要有傲斥嘛 哦 请师傅开始一下 傲斥和傲骨 有什么区别吗 傲骨是正义的 正义的 正义的一种正气 啊 人家说傲骨的话嘛 这个人就是说 我从骨子里 啊 我非常正正啊 我就是这个事情能做 我就啊 我有坚强的啊 这个傲骨之心 也就是说 我不贪污 你不要来贿赂我 你不要来跟我讲 我不会的 那么叫傲骨 对不对啊 傲气是怎么的啊 有点贬义了 嗯 就是 骄傲了 啊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所以我看看 有些演员真的很可怜 啊 一个女孩子真的很可怜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 那内心很痛苦 啊 又有自尊心 又有自卑感的 发神经一样的 哎呦 看见 面子要 要死要面子 很多演员 死就死 在个死要面子上 啊 他就是说 面子 对他来讲 比钱还重要 所以一个人不能 死要面子 活受罪 面子是什么 面子 我告诉你一文不止 对不对啊 对 你就是拿破人了 你现在有什么面子 啊 死了死了 对不对啊 你有本事活着 对不对啊 啊 就是这样 所以做人呢 要有骨气 骨气其实跟 这个刚才你讲的 那个叫 啊 那个傲骨 傲骨是差不多的 啊 一个人 有骨气 因为骨子里 他有正义感 啊 这个傲气呢 他是一种表面上的 就像刚才你说中医一样的 吃在外表的 啊 骨子里的东西 是骨子里的 听得懂了吗 内热外 内是外热的 那种傲气 是啊 对 这个不好的 花虚啊 你去看好了 越 越 越要 越要面子的人 其实 其实他 这个心啊 越虚 听不懂啊 是的 你看看看 你去看好了 他越 越 越说自己有钱 他越怕人家说他没钱 他越 越 他越要说自己好看 他其实 越怕人家说他难看 对不对啊 就这个道理 他对 啊 对的 完全是哲理性的东西 他 他炫耀什么 实际上他就缺乏什么 他越要炫耀 他自己很有文学 很有水准 实际上他这个人 没水准 你说他看真的有水准的人 谁在跟你比水准了 对哦 师傅啊 太喜欢听你开始了 这个里面都有哲学哲理的 你听得懂吗 嗯 这个人说 这个人自己 没 一跑到人家这种 有钱人这个地方 他怕人家看不起他 说他没钱 他就要把自己说得 好像很有钱 我来我来 你看有些人 穷的来叮当响 跟有钱人在一起 抢着要跟人家有钱人 付钱 付完的 回去大概一个礼拜 要吃萝卜干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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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所以 佛法真的是 太好了 师傅 教会我们 不去 不去这么有虚荣心 对了 不去有这种傲气 我们就是实在在的 我们就在 我就是要让很多 什么都 有名有利的人 叫他放下来 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讲老实话 这种演员 这真的 真的 这这这这这 这叫 有些你 你如果人家看得起你的 把你作为文艺工作者 对不对啊 捧你的 嗯 你要骄傲 人家照样可以骂你戏子 对不对啊 以前是哦 对啊 就是这样的 演员都是 你你如果对人家很好 人家就尊重你 哎呦 明星了 哎呦 捧你 你跟人家作恶了 人家骂你一切不止 一个乱戏子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了 嗯 嗯 对不对啊 对 你说的话都是很有哲理 看起来平平常常的 好像很简单 但是真的是里面的深度太太太神明了 你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些呀 所以自己以为哎呦不得了了唱了几个歌了 哎呦 觉得自己很有名了 啊 这真的 这社会上那些人搞来搞去的 真的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可怜 整天沉浸在自我当中 这拔 欲拔不能 不能啊 就拔不出来了 嗯 是的 谢谢师傅开示 师傅 还有一个梦请师傅解一下 也是一位师兄做的 这个师兄呢 就是最近呢 家里面也可能也是业障爆发 他父母亲呢 就是说闹离婚 然后呢 他和他先生的可能恶缘也是爆发 那天呢 他做了一个梦 他说他梦见他的屋子好大 现实中呢 他生活中的房子不大 梦里有几间屋子 每个屋子都有佛台 但是没有心灵法门的菩萨 有一个是慈的弥罗佛 还有三个菩萨 他不记得了 每个屋里面 拔了好多花 长得很好 看得 看上去也很 很乏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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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像 竹子 还 呃 有些还不像竹子 都是不开花的那种花 呃 还有一个菩萨很小 不知道谁弄在地上睡了 他呢 那拾起来准备钻起来 这个时候梦醒了 请师父开始一下他这个梦 这个梦就是说他家里有很多菩萨 嗯 那就是说我们心灵法门的 如果他是学心灵法门的话 他就是没有做到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话 说明他修的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嗯 你看我们心灵法门的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就是跟我们东方台一模一样的过来了 对对 都是这样 他这个又是睡的菩萨啊又是不认识的菩萨弄了一大堆 你想想看了这个不是不是皈依啊就是人家说不是一门精进啊嗯嗯嗯他年纪还很轻孩子刚上下来嗯一两年吧嗯对啊对啊对啊小姑娘哦那请师父开始一下他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现在我看他也是心情很糟糕嗯家里面呢父母亲要闹离婚他跟他先生呢又有一点 记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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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对待善待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善待当自己很多事情一起来的时候那一定说明他的业障爆发 所以一定要懂嗯一个人有时候知道自己要倒霉了要不好的话要守住啊要顶住啊要顶住啊人生低谷的时候要顶住啊人生高潮的时候要守住啊不要骄傲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高的时候啊高的时候要看到低的时候低的时候要看到高的时候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开始嗯嗯师父啊呃还有一位师兄问哦他家里面夏天嘛就是说点了我们通常都是家里面点的那种液体的举纹器嘛哦因为他呃那种用火点的现在都不点了插电的那种那师父 这个算杀伤吗这个算杀伤吗液体举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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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明把蚊子去走并不是杀死他去走嗯嗯那可以点那就应该没问题如果你是杀蚊器你就有个杀子去门器举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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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蚊子砍掉嗯嗯 那这个如果插上电的话房间里面那么我们同时念经可以吧气场是不大好因为在空气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气场啊像电波所以为什么电波多的地方人的脑脑子会受伤啊 因为脑子也是脑电波嘛啊对不对啊所以手机太多你耳朵肯定不好因为他是每天潜移默化的破坏你的大脑还有手机太多啊对不对啊晚上睡觉靠得太近一定对你大脑脑电波受影响的嘛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尽量不要跟磁场打交道啊好的磁场可以像师傅一来大家发气充满开心就不得了是不是师傅的好磁场给大家带来了对不对啊啊你看看如果如果来了一个不好的人你说大家一进来浑身都发冷汗毛都竖起来了对不对啊电影院一两百个人坐在那看电影 突然这样电影里面放了一个鬼的大家都尖叫你说他睡了两百多人你说不是负能量都进入他的身体了还不明白了对对嗯师傅还有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们这次不是从新加坡法会回来吗那个那家飞机上面一百多位师兄基本上都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就飞机上面所有的客人基本上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 结果他们那个有位师兄拍了一张照片嘛我们现在看真的是观世音菩萨那个抬在云上哦他的呃头沙也看得清清楚楚嗯然后呢我们那天本来到呃宁波要五个一刻钟了结果提早了四十分钟就到了哈哈哈哈太太发誓了师傅那个那种观世音菩萨太清湿了 就是白沙皮的然后是白云上面踩着整个身体轮廓是一模一样哦我就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了我曾经不是讲过吗啊菩萨会护驾的观世音菩萨护驾你们来的菩萨就护驾一直在的一直在的而且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好像妈妈一样她很爱我们是的嗯所以一个人不懂得人家爱你这是个最可怜的人嗯我们都很感恩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要有感恩那我们在这个末发时期闻到了这么好的法门对啊对啊真的太好了我太感恩你了嗯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师傅最后请师傅开始一下我们每个心灵法门的弟子如何来好好维护我们的心灵法门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复法请师傅直白开始一下好吗呃以生作哲吧嗯以生作哲好吧 最主要以生作哲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你像菩萨让人家感觉到菩萨还在人间你们做的事情出来要如理如法要像菩萨嗯听得懂吗听得懂如果你们不像菩萨的话那么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在没有维护心灵法门的尊业因为心灵法门现在到目前为止谁都知道我们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啊给国家给人民都是好事情没有坏事情 所以所以所以谁都爱护心灵法门对不对啊呃你们一定要爱护心灵法门绝对不能给他抹黑听得懂吗嗯对为父好我们心灵法门是我们每个做弟子的责任啊师傅嗯好了好的感恩师傅好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自话自说节目呢都在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